听闻三不救后,上官彬彬当现表态。 好,我答应。 谭贤弟,九脉大笔石,圣魂一脉,兽魂一脉,五魂一脉的弟子都想杀你。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,不用你说,这三脉弟子,我们也断然不会救。 君不平点头附和。 对,君师弟说的没错。 谭师弟,虽然我们各自为营,因为九脉之争,曾经我们是陌路人。 今日,若没有你和薛师妹、牧师妹相救,我们已经受辱而死。 在我百里龙天心里,我不管什么九脉之争,只要不违背道义,今后谭师弟有何吩咐? 上刀山下火喊,我百里龙天亦不容辞。 龙天的意思,就是我的意思。 谭云回首望向眼前四人。 好,今日起,你们四位朋友,我谭云交定了。 事不宜迟,我们开始行动。 随后,谭云默默意,薛紫燕,上官兵兵君不平,买出洞府,出现在藏神深渊入口。 藏神深渊入口宽达二十里,位于无数高耸入云的古老山峰之间。 入口处黑雾弥漫,阻隔零石,急风呼啸,仿佛内里折服着某种恐怖的存在。 谭云五人身处入口内十丈处的黑雾之中,能见度大约只有数厘左右。 谭云沉默半声,眼神中金芒闪烁便寄出一柄飞剑,在地上斩出一道深沟,而其率先跃入其中,只留脑袋在外头。 我们就在此地埋伏。 好。 好。 几人应声便一道埋伏起来。 谭云选择的埋伏地点极佳,此地距离深渊外仅有十丈。 视线可透过十丈黑雾看到深渊外的景象,但站在深渊外却无法看清谭云五人。 这就如在亮处看暗处是看不清的,相反深处暗处却能看清灯光下的一切。 谭贤弟,你们负责侦查深渊外的敌人,我和冰冰注意后方深渊,防止有妖兽突袭。 无妨,我们后面交个大块头来收着。 谭云说吧,小猫咪般的金龙神尸便自谭云怀中钻了出来,跃入了沟河边缘,探出小脑袋,紧盯着黑雾滚滚滚的深渊。 同一时间,葬神深渊处入口西侧,静密山谷之内,永恒仙宗三大美女中的李妙心活鸡活了冲入如燕尘的洞府之中,玄疾不由面色已红。 但见石踏上,如燕尘正与潘寒金、郭碧云反云赋予。 呵呵呵,妙心,你来了正好,快脱了衣服上来。 啊,少主,出状况了,青阳江丘和四百二十五名,我们永恒仙宗弟子的身份令牌,就算方才,全部破裂了。 李妙心额眉紧错。 永恒仙宗两千名失联弟子的身份令牌,如燕尘正式让李妙心掌管。 你说什么? 如燕尘等时欲望全无,望着李妙心的眼神也从色眯眯逐渐变得凝重。 他立刻穿衣下榻,愁眉不展望向山谷一头的南宫玉清洞服。 李妙心与迅速穿好衣物的潘寒青二女一时买出洞服紧随而至。 如燕尘竟直来到南宫玉清洞服外,望着守在洞外的赵石光四人,脸色阴沉。 四位,我有要事与你们圣女相谈,你们通报一下。 如燕少主,我们也在找圣女。 他三日前离开山谷,至今未归呢,我们都急死了。 如燕少主,我们正想去找你呢。 就在方才,我神魂仙宫埋伏在藏神深渊的四百多名弟子,全部死了。 蒋柔神色焦虑。 我永恒仙宫的弟子也死了,这样吧,待你们圣女回来后,你让她找我一下。 留下一句后,如燕尘便带着三女返回洞服之中。 刚进洞服,李妙心便额眉紧簇。 少主,清阳师兄可是我们永恒仙宗内门第一强者,还有啊,神魂仙宫,试炼弟子之中,除了南宫玉庆之外,也就是元氏浪,假狂势力最强。 由他们三人带人坐镇,葬神深渊入口,怎么可能被人追杀呢? 况且,看样子,他们八百多人,还是在短短一刻内尽数死亡,我想应该不是皇府圣宗之人所为。 如燕尘文言,愁眉不战并未回答,而是看向潘寒清和郭碧云。 你们什么看法? 许知三女虽然在自己面前浪荡,但在浪荡的背后,那可是冰雪聪明,阻止多谋。 当然了,汝燕尘亦非酒囊饭带,亦是机智过人。 潘寒清率先提议。 少主,我思来想去,实在想不出皇府圣宗,会有谁能杀了青阳江秋? 还有,八百多人仅仅一刻内全部死亡,无一人活命。 我想应该是葬神深渊内出现了强大妖兽,使得他们丧命。 少主,我想前往葬神深渊一探究竟,届时再做打算。 不,我不能让你冒险。 这样吧,你命人通过百万里传音符,尽快找到崔凡,让他带人前往葬神深渊,调查青阳江秋等人死因,若查出死因,让他派人汇报。 他则带人守着葬神深渊入口,至于本少主将来是要继承宗主之位的,我绝不轻易冒险。 当然了,你们是我的女人,我也不想让你们遭到不测。 对付皇府圣宗弟子,是我宗其他弟子的事,我们的目的,能进入葬神深渊探保最好,进不去也无所谓,来日方长。 多谢少主厚爱,奴婢这就把您的命令传下去。 国碧云上前吻了一下如烟臣,便迅速离开洞府,并吩咐分散于山谷中的五十名永恒先宗弟子,通过百万里传音符,在试炼区域内,寻找永恒先宗内门第四的强者,崔凡。 七日后,据葬神深渊三百万里外的一处沼泽之中,有两百具尸体正在缓缓下沉,鲜血染红的一片片沼泽显得格外刺眼。